大家好,欢迎来到日更频道 巴黎奥运正是举行得如火如吐 相信甚在亚洲的不少人都会熬眼分支持自己地方的运动员 而微笑兼后江文慧是决赛大逆转赢得他奥运首面金牌 张家朗又打破68年慰免魔咒,创历史连续两届夺金 何思培亦奪得两面同牌,带领香港得到奥运史上最佳成绩 香港人挨空底夜看他们比赛,相信亦值得 不过在相隔65公里的对岸,澳门人又应该支持哪个地方的运动员呢? 每逢奥运举行,在香港对岸的澳门,彷彿都被世人为妄 虽然澳门过往是大型运动会,例如是亚运,东亚运,亚失运,浦宇运等 等等都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 但对澳门运动员来说 要踏足奥运会的舞台 可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澳门人亦未能切身感受 支持自己代表队出征奥运的热潮 澳门人又翻起 澳门为何不能参加奥运 这个每四年都会问一次的问题 同时唤醒澳门运动员心中永远的痛 为何同样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区 香港的运动员就可以参加奥运勇奪奖牌 澳门的运动员就连奥运的大门都入不到 这一切都要由七十多年前开始说起 以前奥运的参赛资格 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 而是奥委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很多殖民地都宣布独立 所以国际奥委会修改章程 确立人人平等、业余精神和体育 凌家政治等等原则 并在1950年开始接受殖民地 以独立身份加入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成员 香港业余体育协会 K.奥林匹克委员会 早在1950年成立 成立之后就马上申请会员资格 并在1951年迅速获接纳为国际奥委会成员 自此香港运动员就可以代表香港参加奥运 而香港与日本、苏联、尼日利亚等等 都一起在1951年加入国际奥委会的大家庭 甚至比中国奥委会更加做加入 而在二战之后反殖民主义兴起 国际奥委会很鼓励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前殖民地 发展体育组织 反之澳门的体育组织发展教香港缓慢 当时澳门奥委会还未成立 澳门并没有把握时机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 直到1974年澳门先获淘国奥委会批准 可以以独立的身份参加国际组织和赛事 至于澳门的奥委会直到1987年才成立 成功加入亚奥理事会 并在1990年首次出战亚运 不过澳门在1991年被通知不获批准参加近接的巴塞罗拿奥委 理由是当地选手穿床位不足 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牵涉当年的全球政治局势 苏联解体之后 世界各地都离满着独立运动的气氛 当年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薩马兰奇 是外交官出身的西班牙人 而在西班牙境内 主张拥有主权的直布罗陀 和加泰罗尼亚也在当时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 所以连带其他所有非主权独立国家的申请 都一律受到严格的限制 所以澳门运动员迟迟未能登上运动界最大的舞台 直到1996年 国际奥委会更加修改章程 列明只有主权独立国家才可以成为会员 从而避免一些地方以入澳作为争取独立的手段 令澳门失去加入国际奥委会的希望 在回归前后澳门一直争取过 亦获得中国奥委会的支持 但国际奥委会并无意开绿灯 其实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宪章中 《奥林匹克主义的原则条款》中有一段说话 每一个人都影响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 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 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但国际奥委会就在香港和台湾 都能够取得奥运会的入场圈之下 反而将澳门拒于门爱 违背了不受任何形式歧视的奥林匹克精神 另外主张人人平等的奥运会 连今届赛事的男女人数也是一样 也有由36人组成的难民奥运代表团 但就容不下一个正常地区的运动员 说到这里 有些人可能会说 澳门就算有奥运的资格 都只是自在参与 甚至可能连一个达奥运标准的运动员都没有 我们就看看近年 澳门运动员的最高殿堂亚运会的成绩 要数澳门成绩最好的运动项目 非武术莫属 在2010、2014、2018和2022年四届亚运 武术一共为澳门进账三金六银两铜的成绩 但武术向来都不是奥运会的项目 只是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新增为特设项目 由于不是奥运会的正式项目 澳门当年获得这个项目的参赛资格 并拿到一金三银一铜的佳迹 而空手道亦都是澳门强项之一 近四届亚运拿到三银六铜 2018年的阿加达亚运 澳门的苏瑞林拿到空手道女子个人形银牌 在颁奖台上站在苏瑞林身边的 正是上届东京奥运这个项目的银牌和铜牌得主 日本的清水希容和香港的刘母上 虽然空手道在上届奥运才首次被列为正式项目 今届奥运也不会有这个项目 但就证明了澳门运动员不单有资格参加奥运会 甚至有能力站在颁奖台上 除了苏瑞林之外 三项铁人运动员许朗也在2018年阿加达亚运 为澳门赢得了一面铜牌 他在三项铁人的成绩也一早达到奥运标准 在2012年伦敦奥运和2016年里约奥运 当时他的亚洲区积分排名第一 可以用爱卡参赛 甚至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想找他代表出赛 但他表示自己在澳门接受栽培的运动员 所以坚持只会代表澳门出赛 至于在去年杭州亚运 Tronics拿到50米蛙泳第五名澳门蛙王周文浩 亦曾达到奥运标准 周文浩首持29项澳门记录 知名游泳媒体机构SWIMSWAM 上年公布了男子短持50米蛙泳 史上最佳100位泳兽的数据 周文浩亦榜上有名排在第85位 澳门运动员的奥运梦似乎永远无法实验 但可以肯定的是澳门运动员 绝对有能力参加奥运会 而今集我们就很荣幸邀请周文浩 来和我们聊聊天 一起探讨一下澳门运动员 不能参加奥运这个问题 和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大家好,我是杰仔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文浩 来和我们聊聊天 你好,文浩 哈喽,杰仔 和日更频道的观众,你好 其实我去年亚运前 又去了美国训练一年 这一刻我也是在美国训练中的 过了几个月,三个月 接着八月后就回澳门了 今年的比赛会在10月开始 有短持世界杯 有亚洲失业运动员 还有短持世锦赛的 那就是今年重要的赛事 那你去年亚运也拿了好的成绩 就是拿到第五名的 你觉得现在的状态 或者未来的比赛 会不会的信心 会比去年更好些呢? 今年其实暂时的状态 没有去年去到亚运那样好 因为训练周期就没有想 那么早去到那个时候 那我就会 未来这段时间 都会继续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那就 希望在9月 在10月开始 就会 进入到自己的比赛的状态 那就 快快得好 比赛 那最近巴黎奥运都举行着 我们旁边的香港运动员 都成绩很好 下了两面金牌 还有游泳两件铜牌 那你见到今届香港的奥运成绩这么好 但是澳门呢 又不能参加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呢? 我见到香港 现在就拿了两个金牌 游泳拿了两个铜牌 其实觉得很厉害 因为 他们 不像别人一个大国家 但是他们都可以将自己锻炼到好 在运动场上表现得很好 特别是游泳项目的韩思培 就是 我会更加明白 游泳世界有多厉害 然后我看决赛 看初赛 看贏了的人 其实都 完全就是世界级 奥运级 当然他们都是世界级才会得到这个成绩 那就觉得 很厉害 他们 你之前听说 你都有 达到奥运这个标准 那你觉得如果是没得参加 会不会是有点可惜呢? 就是澳门这个地方 其实我之前达到奥运的标准 就 不是真的完全达到的 我只是 在奥运开始之前 我游过一个快过B标的时间 我没有在那个 达标的period任由的 然后 你说如果澳门有参加奥运的话 我会觉得 就是如果 现在没有 我觉得 可能整个竞争会大一点 就是澳门游泳界竞争会大一点 因为 无论我们能不能达到A标都好 当然大家都想达A标 如果不能达A标的话 每个国家地区都会有 有外卡可以参加 大家都会更加努力去争取外卡 而提高自己的成绩 我来到美国 都会看到有些 比较小一点的国家 是为了欠这个外卡 去游泳 然后其实水平都挺高的 就是都是奥运B标的水平 我就觉得如果 假设有这件事的话 整体水平会高一点 最少在游泳这个效果上面 现在澳门就一向都不能参加奥运 未来也都不太乐观 你觉得澳门不能参加奥运这件事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体育水平呢 其实我觉得会 我觉得如果有奥运的话 社会关注度会高很多 起码每四年都会高一次 澳门都会高的 一些公司、企业也都会开始留意运动员 或者用运动员来做一些广告 其实整个水平 运动员的支援都会大了 当然会鼓励到更多人去 够胆可以投身在这个运动界一段时间 如果没有的话 就只是靠自己 或者如果你是亚运航务 会增取到资金资助的话 就会有政府的一个好一点的支持 嗯 你在美国也训练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觉得在美国或者香港 轮近一点的地方 你觉得他们的体育氛围 比澳门又是有什么分别呢 嗯 我先说香港 香港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运动员 会很分身在游泳上 其实美国也是 大家觉得我参加了游泳队 就是要训练的 而不是来一个兴趣班 每天很普通地完成一份计划 就完了 但是来到 我会见到他们是 有一个想 争取到好成绩的心 或者他们的态度 会更加积极地去表演自己 然后来到美国 会见到他们的后备实力很强大 就是一线的 一线的很厉害 但是其实去到二线 是很大班人 很大班人 有同一个时间 可能30个人 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厉害的时间 都会有 这个是来到见到的东西 嗯 那你应该在美国那边训练了这么久 那个实力啊 或者状态应该都提升了不少 是吗 嗯 会的 我会觉得自己在游泳上面 是学多了很多东西 然后 都很努力去做好自己 嗯 你现在都不在业 应该都有一段时间啦 那么很多人一毕业 踏入社会 就很快就要放弃自己的 歌项目的运动 那有什么令你这么坚持 可以继续游泳 游到这么久呢 其实我会觉得是 我觉得我可以再游泳一点 可能是 少少不服输 就是觉得我上次可以再好一点 那我就 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去再挑战多一点 所以我就 还在这个 游泳界里面在努力着 是 这个是其中一样 我还在这地方 是 嗯 那你接下来又有什么目标呢 接下来 今年最重要的会是 亚洲七六运动会 希望可以在上 在这个比赛中 争取到盡牌 然后 还有 世界人感决赛啦 短前 那就 希望可以争取到决赛啦 那就多谢文浩接受我们访问 祝你来近的比赛都有好的成绩 好 那我们 之后再见啦 好 拜拜 拜拜 好多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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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